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Edmond身處於中區三十間一間魚蘭會的會址 訪問兩位對這方面很有貢獻 以及做了很多年魚蘭的朋友 就是玲姐和細哥 兩位就是三十間魚蘭會的負責人 我知道其實外面的會址就是做魚蘭的 每天都是 我們都知道好像發生過一些靈異事件 一直做的時候 有的 是甚麼情況 有時那些戶友的小孩子 父母幫忙做魚蘭 那些子女到處去玩 有一年是發生過 是前三年左右 前幾年 是前三年左右 突然間有一個女孩子十多歲 當時 她就跟同學 去了一個同學 在前的那些堂樓玩 平時兩個好好的 即是說懶頭、懶計 突然間轉殺性 目露空肝 打那個同學 一打那個同學 她媽媽就很肉赤 突然間打那個女兒 突然間打她 對 問她做甚麼 很兇 因為恐怖有力 恐怖有力 即幾個人都按了她 按不到 我們藍士門馬 她按都按不到 你都按不到 通常都是這樣 上了身 是呀 賣不到她 有這樣的感覺 都不知無從賣手 又起飛腳又成的 起飛腳又成的 他們那些 集幾個大隻佬 他們那些 就拉了 拉了去那裡 在那個 台上做法事 我就拿了一雙紅筷子 夾中指 夾中指 問她是誰 這樣 好像鬼吃泥那樣聲 亂說 然後就好像 小青 這樣說 哇 還說了這麼多名字 應該是女鬼 如果是小青 夾著她 夾了她之後 她就軟了一點 問她甚麼名字 問她老爸甚麼名字 這樣寫寫寫 跟她做了一些法事 就燒了一些 即是我們在那個買衣包 燒了一些衣包 燒了一些寶 給小青 其實是否就是說 她知道這裡有課法事 要製作了一個女生 來拿東西 其實都是這樣的情況 可能會的 那如果這樣說 這些 做法事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亂走過去 或者時暈低一點 會不會容易撞鬼 這樣的情況 以我所了解 她不是在我們這個 壇附近那裡種種的 她是在那邊的唐樓 那裡種了過來的 據我所知 那個唐樓 那時有個女生 跳樓下來 跳樓那些 說走不到的 她在那裡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直至找替身 她可能是否趁著她 那時比較時暈低一點 就可能找她做替身 我覺得 總之經過這些 打齋的情況的 照會 都要小心一點 如果時暈低一點 真的不要經過那邊 免得你們惹想靈界上身 錦囊的部分 都抵著剛才的個案 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樣說話 有甚麼禁忌呢 如果經過 一些遇難打渣的超渡的時候 有沒有女士的M度 沒有走過 會不會有這樣的禁忌呢 現在的人都百無禁忌 不會戒懷這些事情 其實有甚麼禁忌呢 譬如我們弄了三清壇 中間就超渡六度輪迴的鬼魂 還有大使王 中間有個觀音 不要藐視神 講粗口 譬如你第二個宗教 你都不要侮辱 我想比較好一點 這個是最重要的 要尊重 就算不相信也好 對 就算不止止止止止止止 走過 看看就算了 一一下就好一點 我覺得 沒錯